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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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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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 还有一个感触是 在三四天这么一个很例外的清凉会夜晚 我们来讨论思想 我觉得是特别奢侈的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呢 虽然话题是围绕我的一本旧书 这本书呢 是二十年前写的 整整二十年纪写 既书写 但是我想呢 我们三个人的对话 可以围绕一些更大的思想问题展开 那么我呢 就花十几分钟吧 先讲一下这本书的写作的起源吧 就是二十年前呢 我当时是想重新整理一下 中国现代人们知识的来龙去脉 特别想在理论上找一个突破口 我找到的这个突破口呢 就是近代中国以来的思想史写作 我想对这个思想史写作的传统呢 做一次清理 因为思想史写作的这个模式呢 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 包括文学史 国际关系史 艺术史 音乐史 建筑史 等很多领域 我当时就想 如果不对思想史的这个普遍模式进行反省和清理 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其他领域的这个学术中创新 或者做一些根本的核心 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是研究文学的学者 那么我们在文学史里经常看到的那种研究 就比方说某某思潮怎么样出现 影响到什么地方 或者呢 最常见的有一些研究 比如说专注研究作家论 这都是常见的一些模式 还有就是主题研究 找一个主题 然后呢 把很多事情串起来 我当时就觉得这些思维呢 全部都笼罩在思想史的阴影之下 其实呢 我们仔细想一下 思想史 这种写作是我们近一百年中 从海外已进的一种写作的传统 它不是本土的产物 那么面对思想史 我当时有很多的疑惑 也就是不到一百多年呢 为什么这种广义的思想史写作 在国内这么深入人心 几乎不可动摇 这里到底有什么必然性 传统思想史 总是以思想家的写作 轨迹作为一个分析的对象 或者呢 会选取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 以及变化 或者呢 是着重于思想的严格 把这些作为研究股线 比方说 什么是个人主义 什么是国民性等等 你就给定一个概念 然后你就去做吧 然后你就可以去梳理它的来龙去脉 那么我当时就是问呢 我们能不能不停留在概念的层面 去理解这些话语的生成 以及这些话语的游走 然后呢 那么跟着一个问题就是说 用概念解释概念的局限性在哪里 这都是非常艰难的问题 思想是不是一个有效的研究对象 当时主要是问的这些问题 然后呢 那么接下来的就是我们如何研究思想 从哪里做起 我们能不能把它落实在活生生的言说中 还有对话关系 还有其他的话语实践中 那么我们就不能仅仅是研究文字 我们还要包括头像 王仁博老师在这里 比方说还有条约 条约的谈判 还有官议还有签署 还有文字对时空的组织形式等等等等 那么我就在想呢 这些话语实践 那么究竟是怎么样进入社会 怎么样打造学科 怎么样感化人心 怎么样发动变革 怎么样创造历史 其实这边也包括思想史本身 就是一百年之内 一下就成为正统 这样一种 就是历史上的 历史上发生的事件 所以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把思想史的这个 在中国的落地以及深根 可以作为一种历史事件来研究 总之所有这些疑惑呢 都是来自于我在二十多年前 参加美国学界 其实也就是参与和见证了一次 学术思想的大转型 那么这个发生在二十年前的这个 学术大转型 也是思想大转型 它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那就是法国理论家福科 还有一些其他理论家 在北美大学的文科和社会科学 所产生的影响 可能说影响不太准确 就是说给所有这些学科 给他们的真实范式带来了很大的震动 那么这个在当时呢 很多学者就觉得不能重新审视 这种我们旧有的知识 尤其是旧有的思想史的套路 那因为我们今天是漫谈 所以我就不详细地说 这个在理论上 大家当时是怎么讨论的 而且我觉得很多话题 二十年前的这些讨论的这些话题 在今天依然有效 因为我们依然是在思想史的英语中 其中我提到福科 因为福科他做知识考古学 如果大家读过他的那本书 知识考古学 我们就会知道他写这本书 目的就是要澄清 他为什么要跟思想史决裂 那么我们在当时觉得我们要回应这个 当然不是说要应用福科的研究 那么我在思考福科 他跟思想史所做的决裂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中在写这本书 在写这本书我最后提下 就是我看到了思想史的几个盲点 这不一定是跟福科一致的 那么第一个盲点 我书里在第一章里特别强调这个盲点 就是我叫这个互异性 就是语言和语言之间相互翻译 所创造的一个认识论的空间 就是这个互异性 我认为是思想史的盲点 他在处理这个概念的时候 想当然地认为一个词最后就是一个概念 而我们经常所看到的 尤其在近代史所看到的很多话语的流变 我会发现在一个词后边可能是另外一个词 可能是日语词 日语词后边可能是一个英文词 可能是一个法文词 就是我们是处理是 到底是词汇还是概念 那么思想到底在哪里发生 因此呢 我觉得思想史长期以来的这个盲点 就是互异性这个盲点呢 我们应该重视起来 那么第二个盲点呢 是我在其中有一章里想要说明的就是 叙事模式和写作模式的转换 就是在二十世纪出现了很多很多的新的叙事模式 而这个叙事模式其实也影响了思想史的写作 但是呢这个常常是思想史的盲点 那么第三个思想史的盲点呢 就是外来的学科建制对本土知识的塑造 我有一章是讨论民俗学是怎么到中国来的 这个民俗学这个概念本身后边有一个日语词 这个日语词后边有一个英文英语词 因此呢我们在他这个话语的词汇的链条上 往下堆塑的话我们忽然发现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们的学科不是建立在一个单一的民族的文化的基础上 因此呢我是希望呢能把它展开就是学科的建立 这个跟民俗学这个概念是有关系 但是不是一回事儿就是学科怎么造就我们一套 关于本土的支持 这是有一章我讨论就是民俗学开始做 进入中国以后被歌谣的搜集 最后刘三景的这个舞台剧的出现 电影的出现 最后讲第四个思想史的盲点 就是往往我们研究思想史的时候 我们会注意话语的传播的物质形态 这个物质形态比如说不同的媒体对思想的塑造 其实大家现在都习惯用手机 习惯用微信 习惯用博客在网络上 大家对网络上的这个思想的游走很熟悉 也许不用特别强调 但是呢这种网络传播的速度 对思想的塑造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反过来也想比较早期的比方说 不仅是书面文字 还有印刷媒体 那么是二十世纪出现的这个大众的传播媒介 像幽浮线电广播 电影 后来的电视等等 我觉得这个也是这种物质媒介的形态 也经常是在思想史的盲点之中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思想史的盲点 我呢今天就先说这四点 四个盲点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思想史呢 应该让位于另外一种研究 就是跨语实践的研究 那么这本书 语记书写 是我做的一种尝试 它呢有一些章节呢 是我直接用汉语写的 有一些章节呢是翻译过来 我自己又润色了一下 所以呢这本书比 我的另外一本书 跨语记实践 那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 那个翻译体好看一些 杨念群老师很早就告诉我说 这本书好看 您应该让它重印 所以呢 访系师大说晚舍 范馨先生说 那么那我们就重印这本书 我就特别高兴 那么杨念群教授是最早 让我考虑一下这可能性 所以我很高兴 今天这本书的新版 与大家见面 那么我先说这些 然后一会呢 我请大家提问 另外我特别想听 杨念群教授和王仁博教授 他们的一些感想 跟他们做一些交流 以及他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谢谢 刚才刘鹤老师已经把他这本书的 这个主要的一个想法 和思路做一个非常简练的 非常精要的概括 因为这本书刚才刘鹤老师说了 实际上是跟他另外一本书 叫《会计实践》的三连抽版 那个重要的著作 实际上是一个子媒片 但是我当时我开了一门课 就是关于后现代的思想和历史研究的课的时候 当时学生看《会计实践》觉得太难读了 因为那个导论部分的理论性非常强 后来我给大家的推荐 说还是这本书比较相当简练 同时也版了《会计实践》里面的主要的一些想法 所以这本书的再版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 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本 那么刚才刘鹤老师大致地把他的研究跟当代思想史的区别做了一个概括 那么我就沿着他这个话谈一些背景和我自己的一些感想 其实要谈到刘鹤老师这本书呢 我们要追溯到八十年代 那时候呢 其实比较流行的是 大家知道八十年代有一种说法和九十年的区别 就是八十年代重思想 九十年代重学术 后来引起了一个很大的争论 说到底学术和思想哪个重要 或者说思想里面有没有学术 学术里面是不是有思想 那么这个话题呢实际上是一个永远争不清的话题 争不清的话题 但是我想有一个背景 所以大家可能需要了解一下 就是八十年代确实大家因为刚改革开放之后呢 大量的西方的思想拥有中国 那么大家特别的习惯的就是用一种比较的眼光看中西思想 但是那时候呢西方的资源又非常少 那时候我记得翻译过来的书呢 我们都跟风啊 那么先翻译的是撒克尔的 后来就是普罗伊德 后来还有什么哈维马斯等等等等 这些都逐渐的是一波一波的进来 不像现在大家看所有的书 实际上 大家英文水平也比较高的 可以看原版 那时候的进来的资源非常少 就是一波一波的 那进来一波我们就接受一波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或者跟柏拉杜比 或者说老子跟谁是谁比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实际上 刚才刘河老师这个书里面也特别展示 那时候的所谓的比较 其实是不管西方和中国的这个现实的语境和历史的这个状况如何 只是很牵强地把他们两位大师的思想提炼出他的历史以境 做一个非常玄虚的或者做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比较 那这是当时的文章非常的多 这种类似的这种寥寥数千研究 很不得把两个或三位大师的思想做了一个非常概括的比较 那么这比较看起来非常划算 看起来也比较诱人 但实际上这种研究现在看起来毫无毅力 因为他们脱离了本身的那样的一个历史脉络和语境 也就是说刚才刘河老师所说的这个 诸科所说的这种所谓话语 话语其实不是一种语言的传达 实际上是一种跟历史的脉络的它的实践的过程 和它的交往的方式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你摆脱了这种交往的方式 和它的历史的那种状态的话 任何的思想的比较都是没有意义的 那这个觉悟是才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觉得应该是从刘河老师的这个作为 跨语实践的这个画字的题目开始 所以这个背景我觉得是大家了解的背景非常重要 那么还有一个背景我觉得有点特别的跟大家做一点焦点吧 比如说我们中国思想史的研究 因为这个今天的题目比较大 就是一个是以这本书作为缘由 但同时呢我们的讨论也开始延伸到一个思想史本身的困境 和它的本身的这样一个扩展的这样一个方向上去 其中我觉得受比较大的中国思想史比较大的影响 就是把中国思想史党重于中国哲学史 也就是说我们往往比如说比较孔子的思想 或者看某个大师的思想 往往只是抽取它的某个概念 然后做一个非常抽象的研究 你比如说对孔子的研究 对孟子的研究 包括对后来的思想家的研究 都是特别的习惯于把他的思想抽离出他的历史脉络 做一些比如说理、趣 是吧 还有他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 把它调块分合成这样的几个框架之后 做抽象的研究 那么这种讨论当然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意义 它可能在某种理清这个思想本身的本本的过程中 它是有作用的 但是同时我们也深深地感觉到 就是这样的一个讨论跟当时思想者的历史的背景 产生他的思想的那样的一种缘由之间 没有什么悲然的关系 但是这种讨论我觉得跟当时的环境有关 我们知道当时我们的七十年代、八年代以前 我们的思想太受政治业平台的控制了 所以我们讨论思想往往把它衔接到 所谓的经济、政治的脉络里面去 特别强调思想是由某个特定的历史来决定的 所以这种决定论的打破 产生了后来所说的内在的思想理路里面 来讨论思想这样的一种方式 但是这种思想讨论的如果走过头了走得极端的话 那么可能也导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旧思想论的思想、旧概念论的概念 而完全抽离了它的背景和它的语境 那么这样的一个透过也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我们的讨论往往我们觉得悬在空中 跟真正的我们的历史、人生和我们的本身的现实之间 建立不起一个合理的模型 这个我觉得是思想史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境 那么这个困境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有所改变 所以当时大家觉得思想史没什么 老是考虑这些抽象的问题 所以因为我是做历史出身 我就发现后来思想史太难做了 大家就纷纷地去做社会史 就是从区域的角度 从一个整体的角度去看中国的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社会的演变、历史的演变 那么社会史后来又衔接到文化史 要讨论各种现实的或者说历史上的一些 我们称之为吃喝拉撒 所谓的民众的生活、日常的这种生活 这样的一个讨论 但这里面也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境 就是说这样的讨论实际上 王王也建立在一个西方的这个社会科学的框架之内 只不过他把比思想史相对来说要容易做一点 所以我开个玩笑 我说智商最高的做思想史 智商略低一点的去做社会史 然后比较差的去做 这个当然是个玩笑话 所以当时我为什么后来去做社会史 就是说我觉得思想史太难做了 找不到一个点 就是说大家都去谈抽象的东西 我觉得谈到最后没有什么意思 我就去做社会史 后来做了社会史之后 当然我的梦想还是想做思想史 不知道我到了我这个晚年了 到老头了是不是人生业力多了点之后 是不是可以做点思想史 我不太清楚啊 现在我慢慢往这边偏 慢慢往这边靠 后来当然也 对了 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稍微的 思想史做的 还有一个特别求其做 做所谓的学术史 学术史跟思想史是不一样的 思想史我觉得是更高级的一个相对抽象的时间 但是学术史是一个相对梳理文献的一个过程 这两者我觉得 当然可能做学术史要跟我着急了 说你这个把我点的那么低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从一个学术发展的 一个基本的脉络和乙境里面 来概括这个八成九天的一个这样的西方走向 那由此我们来谈到的就是所谓的 刘航老师这本书的意义 就是他提出了一个跨 这个跨的意义是非常非常重要 首先他走出比较的拐圈 他不会简单的说把孔主 跟什么西方某个大师比较 他一定要看到这个 我先要设定这个任何的 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 你这个人这个思想家 本身他所处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你的历史脉络是什么 然后他这个历史脉络 转移到另外一个空间的时候 那么这个脉络是跟过去的 而不是一个抽象的玻璃的他的历史脉络之后 进入到一个新的空间 他自然会发生意义 这个意义是由他的本身的那种历史带来的 意义所产生出的意义 而不是抽象的思想 我们所抽象的思想 哲学史上面 这个我觉得这个思路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那么当然他这个思路是跟我们知道的 最著名的后知名的理论家 萨伊德的关系 他提出的理论旅行 理论旅行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 理论旅行的一个简单的一个 流动的过程 而是在某个特殊的空间里面 发生感变之后 所产生的影响和效果 这也是实际上也是一个 刚才刘恒老师提到 这个图科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 图科我觉得一个 我觉得历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 就是以空间来替代时间 时间是一个进化论式的一个东西 那空间把它制换成一个空间之后呢 它的多元的意义和多样性 就会在不同的样态中能呈现 其实理论旅行包括这个 刘恒老师所谓的 语化以及实践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要讨论 不同的概念在一个 不同的空间的范围里面 它如何发挥影响 这个空间 换了一个空间 这个意义是已经被这化了 不一样 所以图科的要是 如果灵活运用的话 那应该是在跨的这个层次 这个文明的跨的流动的过程中 能显示出的理 我觉得这个应该在这样的一点上 理解图科 也就能灵活地运用图科 活到我们就会 这个实际图画地 把图科仅仅看作一个偶像 看作是一个伟大的一个著作家 他看不到他在一个具体历史研究的过程中 他所发挥的作用 所以我想这个跨的这个过程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他 关于谈我们历史学的这个所谓的跨的过程 其实历史学的这个 你看这个理论 在一个不同的空间和时空中转换的时候 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 大家可能都知道费晓东先生 对吧 费晓东先生呢 作为人类学家 他提出的人类学的一些观点 包括他的双轨制 他的世身社会的理论 在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提出来 但是由于我们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在解放以后 社会学和人类学根本取消 所以他的这个理论 就完全被消失掉 但是你看 我们如果看这个理论 很快在美国的五十年代 由张东先生 包括后来的周锡锐先生 这个世身理论 由这样的一个脉络传承下来 它实际上通过旅行旅行的过程 包括后来的杜丹琪 都是受惠于飞晓东先生 当然我们看转了一圈 到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以后 都会来 我们改革开放以后 世身理论又重新被发明 但是这个世身理论被发明 反而变成了一个美国汉学 美国中国学的一个 一个发明权 但实际上我们就有此 但实际上这个发明权 应该归于我们的费晓东先生 和他那一代 人类学家和历史家 共同叛跑的一个学生 结果我们看到这个非常奇妙的 就是说我们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以后 提出的世身理论 变成了一个美国式的一个 一个带有美国标签的这么一种理论 但实际上这个理论是 就是经过游动之后 经过改革画面的包装之后 回到中国 回到中国 只不过它回到中国之后 碰撞了我们中国社会史的 这个本身的理论 发生化学作用之后 产生了一个新的一种效果 所以由此可见就是说 这个理论理系统本身的这个过程 在历史学那边 同样会发生这个效果 另外也比如说大家 大家可能知道一个非常著名的 这个美国的一个人类 叫经济人类学家的Skiner 施典雅 他其中的区域社会 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 当时的中国 当时经有社会学家 提出在周平调查的时候 一定提出了所谓的区域 但是Skiner在自分调查的时候 实际上他也是说接受的这个 然后他到美国之后 突然就把它发生光大 然后形成了一个非常规模的大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 他这个理论 其实在三十年代四年 在周平调查里面 就已经有了区域社会学的概念 所以我们类似这个例子 是非常多非常多的 所以经过理论之后 它的标签不断地游走 但同时这个理论的内涵 也经过不同的语境 会发生变化 但这个语境的变化的不同能力 也实际上也促成了 那个当地的学术的脉络的 和学术思维的一个根本性的变迁 所以美国中国学 我们现在都学美国中国学 它是发明好的 但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已经 实际上经过理论理论之后 转了一两圈又回到了中国 所以我为什么我今天要特别的强调 就是说这个跨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我们只有在跨的这样一个层次上 才能看到所有理论 它的本身的那种非本质主义性 这个后现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你不要把它看死了 这个理论好像就是发明的 好像就是一定是这个意义 但是它换了一个空间之后 它的意义就完全发生变化 这个我觉得是特别的想 就是接着刘鹤老师的话 做一点延伸吧 另外从最具体的角度来说 其实从话语题实践的这个角度 来研究中国思想史 还有一个意义就是 我觉得它所有的这样的一种 意义的本身的那样的一个 所谓的本质的规定性去打破 你比如说关于个人主义 关于国民性的问题 我们都有一个受五四的影响 就觉得五四是个人主义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重要的起步时期 那么国民性也是 鲁迅当年也一批思想家提出的一个 批判中国的这样的文化 非常重要的概念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影响下 我们就有一个固定的理念 就是说好像个人主义在中国 已经生根发芽了 已经变成了一个 大家共识的一个基础 但实际上这里面恰恰不是这样的 已经到个人主义在中国之后 我知道后来有很大的变性 这个过程我们时间关系不展开了 但我这里面想跟大家讨论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就是大家如果听说八十年代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叫李泽厚 那么他当时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 启蒙以旧王的双重变奏 这个概念 那么当然争议非常大 那么李先生的认为就是说旧王恰恰压倒了 因为当时旧王的那样的一种积极的那种状态 在引起的革命和运动压抑了五四萌牙时期提出的个人主义的启蒙 所以他由此来为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发生当务 就是姚奇纳 当然我觉得李先生的这种动机这种破气的愿望是值得赞赏 但是我也认为李先生在讨论旧王和启蒙的双重变奏的这样的一种话题的时候 我觉得一个我不太同意的或提出意义的探法是认为的 就是李先生并没有从跨语记的语言的这样的历史性的角度 来讨论启蒙 个人主义的启蒙和旧王的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其实无论是个人主义还是旧王实际上都是西方的国来品 不是国来品 那么你旧王压倒启蒙这样的一个话题 本身它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困境的待遇 旧王实际上是后来发展成了一个 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浪潮 它是跟民族主义本身也是一个西方压迫下所造成的一种反弹 但同时启蒙五四的启蒙的个人主义这套话其实也是西方的意义上的 就是这么说吧 如果不论有没有旧王这样的一个外来的因素和民族主义的话语的压迫 那么由于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下 它在特殊的历史上它会变形 变主 会异化 那么个人主义本身在中国也不可能成为西方议上的个人主义的一种照搬 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期望于把革命把旧王这个因素完全抛开 期望在一个和平的在一个非常平和的状态下来发展中国个人主义都是不可能的 这是我得出的一个非常的可能是非常极端的结论 所以旧王的启蒙这不是一对非刺激毙的关系 而恰恰应该是从跨越地实践上来讨论个人主义和旧王 在什么具体的历史条件下 在中国它何以立足何以立不了足和何以变异的过程 这才是我们讨论一个现在思想史的一个所需要的一个新的方法和路径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从跨的角度才能解决这个谜团 否则我们老是在炫意中非此即彼非旧王就启蒙 非启蒙旧旧王的这样的一个怪圈里面讨论 你觉得这话你有意义吗 我们把旧王完全没有革命 你难道中国就是一定就是西方个人主义的一个大发展吗 未必如此 对吧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我觉得其他的一些你比如说个人与国家如何定位的问题 产生的焦虑 所以同样是一个跨语基础问题 而不是一个个人的一个所谓概念在中国如何萌生和发展的问题 这个我想是作为一点点回应的问题 那么最后呢我想可能有几个问题 我以为思乡史本身比较多而言 我们需要讨论一些比较广泛的问题 那么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 中国目前的思乡史研究 在当然刘鹤老师提出的话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之外 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作为我们讨论思乡史的前提 我刚才也说了思乡史太难了 几乎谁做人谁就死 现在做好思乡史太难了 当然跨语基实践是个例外 因为它是从一个全球的一个流动的角度来看 但是你要就思想本身来论思想的话 我觉得成功的例子真是不错 那么我们为什么思想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除了刚才我提到的这种刻板的 比较研究框架和中国哲学史这样的一种传统 所谓框架的限制之外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太过度地寻找 中国类似于西方的那样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非常有名的一个话题叫早期现代化 这个在美国中国学院里面是一个非常招牌性的一个 而且对我们可以说到现在影响非常大 当然早期现代化的理论是一个我觉得出于一些好心 比如美国中国学家认为他要给中国方案 他说我们要摆脱中国的西方的中心论 我们并不认为中国没有现代性 我们中国可能在西方之前或者跟西方同时产生了现代化的思想 产生了类似现代性的思想 那么我们中国学者听了很高兴 哎呦你看那个外国学者 美国学者说了 我们当时中国就有这个现代化 于是我们意语而上都说 哎呀我们中国也有这个现代性 所以现在很多的研究都在讨论中国是不是早于美国 或者早于西方产生了一些类似近代化的因素 这是基本上支配了我们现代历史学研究的一个最主导的部分 但我觉得这个画是非常非常麻烦的 也就是说你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认为啊 包括现代化的产生 因为在西方有个叫历史偶和顿 就是说西方的这个所谓现代化是个普遍性的 现在已经大家公认是一个普遍普世家族 对不对大家都往现代化走 但是在现代化的起源是一定是在西方的 比如科学 科学你说中国有科学吗 中国绝对没有科学 科学只是在西方产生 它是一个西方特有的专利 所以很多的研究我觉得都根本没有毫无意义 就是比如说它要在中国寻找最早的科学因素 到最后找的都是技术 中国没有科学 没有科学思维 科学思维才有科学技术 才有科学的这种发达的这样的一个副产品和工业化 这个脉络是西方延续下来的 那这里面就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早期现代化 当你找到了中国那个现代化因素的时候 你就重新落入了西方中间的圈套 因为你找到的是一个类似西方的现代化的东西 而不是你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里发现的那样的东西 我们如何克服这个困境 现在我自己也觉得很恐怖 是吧 这个可以提供大家讨论 就是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除了早期现代化 是吧 还有一些比较是吧 比较框架 中国哲学的框架 还有一些类似的框架 你比如中国 我们老说社会学 什么社会的空间 什么公共空间 中国哪有什么市民的 没有市民 中国根本就没有社会 社会是非常后来的 社会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 中国哪有社会 中国从来都是家国一体 你要看宋里里 所有的东西就是说个人 先从个人修身 然后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这个脉络里面 从宋以后 宋以前可能也没有社会 宋以后根本没有社会 它永远是跟皇朝 跟政府之间的那种互动中 才产生了它的位置 这是一定的跟西方不一样 西方它可以独立 但中国永远没有独立的 政府之外的那样的一种社会 哪怕它是赤身社会 赤身阶层有赤身阶层 哪怕它有所谓的科举制 所流动下的这样的一个上下层 但是它都是跟王朝体系 是紧密的 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 类似西方的社会非常 所以我们讨论有一些问题 非常非常麻烦 我们一直在80年代有一个很大的误区 就是讨论中国的自治问题 以为中国自治是有个独立的政治的空间 是有能自治的一个独立的社会空间 它是能自治的 但是我们找来找去 我们一下发现干嘛 哪有什么独立的绝对意义上的自治 跟西方完全不是一样 这个我想这个第一个问题抛出来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 我也是想跟刘鹤老师也讨论这个概念 就是说关于跨的 就是说跨我觉得是一个 开就了一个思想史的一个新的境界 就是说它把一个概念 放在一个流动的状态里边 放在一个历史的这样一个语境里边观察 但是我个人的认为呢 就是说刘鹤老师的这个研究呢 基本上放在一个跨的过程之中 来进行讨论 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除了跨出去或者说之外 那么我们中国在建立它的历史的主体性 或者文化的主体性 或思想的主体性的过程中 那么我们如何来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一种平下标注 除了历史语境的这样的一种 画的这样的一种变弃之外 我们如何建立起一种文化的一种主体 也就是说我们能从我们自身的历史的 一定能引申出我们自身的概念 有没有可能 因为跨我觉得它的不确定性很强 它是不断地在流动中 来去根据具体的语境 具体的话语去研究它的实践过程 但是这里面也可能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文化自身的那样的一种概念体系的话 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一种策略 当然原来的策略是中国哲学史的策略 童友兰它基本上在盖成一个什么价值论 什么人生论 什么人生论 但是童友兰体系之外 我们能再建立起来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我们可以讨论的就是说 我们中国思想的 有没有一种在跨的这样的一个边界的游动的过程中 从我们反身来考虑我们自身的一种历史的一种建构的状态 那么我现在总是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凡是受社会科学影响的情况 我们不自觉都是用社会科学的概念来概括我们的历史的一个现状 那么我现在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尝试 就是我想在中国的历史和典记里面借用它们自身的表述 同时复语它的现代意义有没有可能 我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中国这个概念 中国这个概念在历史的典记里面是人生的非常 这个次数非常多的一个 但是我们定义中国的时候 这个往往不是由它自己的内在的点击的败夺体系 比如我现在我做的比较关心的比较多的是关于大一统的问题 大一统实际上是公养分球学里面最重要的概念 但是大一统呢我们动不动也说大一统 但是大一统这个本身的概念里面呢 其实是用来着丰富的资源 但是我能不能就用大一统这个原始意来激发激活它的这个这个 它的现代意义 我想做这个尝试 但是有 但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就是说有可能我变成了一个老古董 是吧 我就在一个大一统的这个或者说这个概念脉络里面去 去认知古人去认同它 那么一旦认同之后 我就缺发了它一种现代意义的一种觉醒 或现代意义上的这样的敏感度 如何把握这个敏感度 我现在一直在寻求新的一种尝试 你比如还有一种 这个时间关系我就主持最后一个例子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关于古代的文质之变 古代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被讽刺为历史的循环论 中国的历史观 因为受现代化的一个进化史观的影响太大了 是吧 我们总是有一个因地有一个果 然后一个未来有一个情 那么福科已经打这个了 要想打掉这个 它是福科的一个方法 用中间置换时间 但是我们现在基本的思想史的脉络 还是在一个进化论的一个脉络里在走 然后凡是不符合这个规定的 框架的 那么都认为是做后的 是不对的 比如说我们回向三代 黄金三代 就被基为历史循环论 被基为所谓的持股不化 但我觉得其实 如果从文以治的这个角度的 循环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中国历史观实际上是非常高 它不完全是一个进化的一个东西 但同时它也不是一个倒退的实观 它是随着历史的不断的演进 它在历史的一个特性状态下 它不断的根据那个时代的要求 来调整自己造 而且我认为中国历史的大致方向 并没有出文质之变物 对它的概括 比如说孔子为什么欲以护文在武从周 周代的理是最繁琐的 那么孔子把这个理作为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遵循的对象 但是秦代秦朝建立也是用了周理 但是周理用过了之后 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过于文 过于精致化 过于反思 所以到了汉代必然由文屈指 我们知道黄老之学一开始 但后来黄老之学转到最后呢 其实就是往质物的方向讲 把它简约化 但是呢简约化过头了之后呢 又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过度的文明可能是由武力 可以由这种强势的东西来支撑的话 那么恐怕也不行 后来又由质转去文 所以你看中国的历史都是在这样的文质的 不断地互动的过程中 来调整自己的质力侧面 包括现在也是 我们知道前几年就过度的文了 现在我们谈谈 我们现在你看 完全是个质的事 反腐唱连 然后我们大家都 这个我就不展开了 就是基本上是质的 质的倒是吧 再往下走 可能是不是物极必反 我不太清楚 可能是个文质之变的 像类似这种 就是说我们用 我们中国历史的文化里面的那种 特殊的智慧 来表达我们自身的 一种历史脉络 有没有可能性 这是我现在所尝试的一个方向 但这个方向我现在还没有想得太明白 而且自己也要通过具体的写作去与展现 当然我觉得我这样的一个思想史的探索 是跟刘浩老师的跨举实践 我们实际上是相通的 都是要找到一个非本质主义的方式 来界定我们中国的思想 或者说把中国的思想和世界的思想 放在一个动态的一个脉络和框架里面 给它预定位 给它预定位 时间关系我咱的讲听就太长了 谢谢 大家晚上好 刚才刘浩教授介绍他的读 很远短 但是非常清晰 杨教授对他这个著作的评件 在这些读件中 激发自己的一些新的感悟和体悟 那么我要谈的很简单 就是说我既不是学文学的 也会学历史的 我是学法学的 所以来的是中国正常大学 一个学法学的人来到这一个场合 我已经把自己这个身份定位 就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 如果这个不务正业呢 我用刘和教授的话来讲 他叫我他 学科实验 他学科实验 实际上是来学习 那么我就是一个 法学学科背景的一个人 来代表我自己的收益 或者说一个简读 以及我的宽佛 但是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实我接触刘和教授的文字和著作 非常有趣 我记得大约长2002年 我来到中国正常大学 恰好那个时候 北京大学的一位年轻的博士 学法理学 分葬了这个中国正常大学 结果我们住在一个家属院 没事瞎聊 他就聊到了 刘和教授的那 不怕有近世界的这本书 他聊到感到挺有意思的本书 我说哪有卖的 他说 现在不好版 我给你复印一份吧 说我现在保留的还是复印版 复印的 后来读了以后 确实感觉到 这本书 还有见识 还有见识 后来我就推荐给我一件一件的学生 今天我的学生好好的过来 同时又推荐给我的同行朋友 读刘和教授的文化 去实践识 确实非常欧人 那么后来我自己又买了他的这个 今天再版的这个书 一句书写 那后来我的弟子 又书列我他那本书 就是那个一个话语 正书 当然我自己又买了他最近的一本书 他编本 主编的一本书 就是《世界秩序》五个等级 那本书说实话 那编的本书 我属于最大的就是 刘和教授 对国际法的一个监督 他对国际法支持的生产 生产一片 以及他的这样一个历史性 进行了一个 这个叫什么呢 全球式的一个视角 来继续解释 那就是书业最强 也就是说法学可以这样做 这是一个感受 当然读刘和教授的书 特别是这个语气书写 首先对我这样一个法学学科来讲 就是打开了一场方式 也就是我们法学 从我们起大学进行教育 后来自己做研究 没这样去思考 也没这样去书写 所以说 确实改变了 就看了一下新的方式 那么 读了这个书以后 实际上 那无形大众肯定的接受了 刘教授的这个影响 那么 跟我这种影响呢 我有两个方面的这个影响 一方面呢就是说 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 一篇大文 这篇大文呢 我提到三位女性 对上监督的中国的知识女性 一位是钱曼树女士 钱曼树教授 她对中美的文明史的比较 中国孔子跟爱莫生 这样一个文明史 她是影响的 别人 那么另一位就是刘河教授 她关于这个跨语记 书写的跨语时间 那么这一位中国接受的女性 就是孙歌教授 孙歌教授 对中日的这样一个 跨界语境 跨界化语时间的这样一个 那么对中日语间的一些 这种节节 乖乖节节的这些问题 也有了自己的一些判断一些 所以说我说 后来我说 我从这三位女性身上 得到了一个经验 其实中国的女性做学问 比男人更厉害 很多以前我们都说 哎呀女生嘛 我不能不能做学问 其实我后来发现 我说 真要想三位结束的女性之间 从她们身上 确实喜欢了很多东西 这一条小文章 我照顾知道这三个人 那么后来呢 我说的影响呢 也尝试着 用跨语地语时间的 因为刘柯教授 他着重在人文这个领域 特别是在文学创作 以文学的批评 那么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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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领域里面 今天就跨语记的这么一个一个书 这么一种读写 那我当时我考虑 就是说能不能衍生到 从这样一个人文的这样一个领域 能不能跨到这样一个 作为社科领域 法学这样一个领域 其实我们法学领域一个 一个接受知识的前提就是说 我们当然的接受了 不加思考了 我们现成的一些概念办法 那么刘柯教授 他这的一种数学方式 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惊喜 就是说有些概念 它并不是当然这样 它有它的历史性 就是说你不能当然的难来就使用 这一点我感觉到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说实话 两篇论文是直接受刘柯教授的影响写的 一篇是一段写中国民主话语考问 我考察了这个五四十七 中国民主话语这么流行的 它这么便义的 或者说也算一种跨语记的这么一种流行 那么那一篇就是 关于现法概念的起源和流变 就是说我探讨了这个现法的概念 以及跟英文那个概念 以及跟日语当中的翻译 这三者的这样一种关系 一种跨局关系的这样一个 最后达到一种知识形态 也进行了一些探讨 一些试图 这是我直接受益的吧 直接受益的 这个受益 刚才我有一句话来表达就是说 它确实对于我们法学界 特别是我本人看了一扇新的照片 我们知道法学的天空还可以这样看 所以多个视角 这个我确实就是非常感激 非常感激 非常感激 非常感谢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我想看一看就是说 刘凯教授他这样一种研究 他这样一种书写 对思想史的贡献到的是什么 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我认为他第一个贡献 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把思想史 作为一个学科史 来进行研究 或者说 他把思想史是有意的 处理成一种学科史 那么他的处理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认为就是 后知名度的一个理论的世界 后知名度 也就是说他这种处理方式 我认为他最有限的 最有效的解释 是放在中国现在 这一百多年的 这样一个思想技术 一个思想过程 跨这个字 只能跨到这样来 或者主要是跨到这样来 就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 换句话说 也就是说 这种跨 是中国真正遭遇西方 以后 这样一个历史 这样一个思想 思想的历史 我说这是非常有效的东西 所以说 他又把它处理成一个学科史 那么这样的学科史 不管哪一个人的思想 不管这种思想 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一种形态 但是我们表达思想的时候 都要用概念 范畴 语词 术语 等等 那刘教授他就追问的就是 那么这些范畴 这些概念 这些术语 这些语词 他是这么建筑起来的 所以说他的一个贡献就是说 第二个贡献 他就紧接这个逻辑跟关联 就是他认为文化之间的一个互议性的问题 一个互议性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现在的思想是 那么很多的概念 范畴 包吹语词 都是来自于西方 或者说我们对西方的翻译 或者说 它就是一个贡献性的问题 那就存在一个问题 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 那么这些概念在西方的语境下 特别是他的文化语言下 他这个史妙的一个状态 那到了中国来以后 他跟中国的一汉语为主要语言 主要思维方式的这样一种 汉语的翻译体 就是一体语的那个概念 他们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这种关系怎么建构起来 我认为刘和教授 他的夺力想做这个事 当然这里面才有什么 一个语词的旅行问题 或者说 它是一个流变的过程 关系它是生成的 它这么生成的 就简单地说 中国的汉字的名乎 是说当然的等于英文的那个 Demarks文的那个概念 它两者不能画等号 或者说既然不能画等号 我们是虚置了它的对等意义 那这种对等意义 怎么建构起来 这是我要留学教授 一致他要追问的问题 一直要追问的问题 所以说他着重的问题 着重的一个国人贡献 它就在于这个 卡到了忽义性 文化之间的忽义性 如果没有中西的这样一个交流 没有中西文化之间的这样一种碰撞 我认为这个忽义性 这样一个解释力 可能没那么强 关键这个碰撞很有意思的 中西一百多年的文化碰撞 一个呈现这个最大的特点 实际上 我们中国的和西方的遭遇是被撞击 像说我也有踏到的 我们是被跑遭遇的 我们不想遭遇的 但是没办法 是一个被撞击 所以说我们对于西方 这就为什么西方的概念 西方的到中国来 它会成为一个很主流的 这么一种流动方向 我们没法回答说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文化的语词概念 不能平等的留下西方的 刚才我讲的 关键就在讲一百多年来 西方它是处于一个强势的 是一个壮的一个主题 而我们是被壮的 所以这个跨语境 跨语记 这个跨的刚才杨洁平教授 又调到了跨的意义 我要加上这一次 为什么我说 刘和教授它的一个试点 是后织病 一个理论试 我说它的关键点就在这 关键点就在这 当然我认为 刘和教授它的书写的一个 研究动机和目的 不是它是解制主义 解制主义 解就是解制主义 知名主义是解制主义 后知名主义的一个世界 肯定会达到解制 那么这也说明了 刘和教授的 他有一个知识 知识相关性 他跟 跟他出于同样 大部分的身份的 另一位 西方世界的 一位学者 这就干啥 杨洁平教授提到 艾达巴萨也得 我说大家可能都出在 这么一个点上 这一个县 我这种后知名主义的 这个视角 主要他达到这个目的 就是解制 换句话说 西方的 他这些概念和语词 来到中国 他本身就是 一个知名化的表现 文化知名化的表现 宝贊说透了也就这样 但是我们 心甘情愿地接触了 这样一个知名 这样一个概念的知名 语词的知名 然后我们再把它喷通化 所谓的参与略 学科式的这样一个 一个历史性 概念和语词的 一个历史性的问题 所以说我认为 这个灰性可能还有一个 这样一个很重要的灰性 我说为什么要抢到 他的后知名主义的一个事 我说这个事件非常重要 反过来讲 我们没办法来书写 中国西方的这一半年的影响 他着重提到 我认为 这个浮现就是对中国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开始 由李泽厚先生所建构起来的 建筑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的办事 那就是二元 二元化 就是齐华帝旧盟的 这样一个二元结构 虽然说在这个刘教授的那个书里面 他没有直接的表达 但我发现了 他有两处的提到了 齐蒙和旧王的这两个概念 他很隐秘的 他没有说直接对李泽厚的这样一个 李泽厚先生的这样一个 启蒙旧王的 双重变豆的这样的二元结构 那实际上这种跨语地的实践 他实际解构了这样一个 一个方式 这就是我们其他那个图片 我回答的 中国在现代思想上 到底讲什么出去 用杨先生教授的话来讲 中国在现代思想上是怎么做 但是我想要说句公道话 我说我们这几天要说 他刘教授的这样一个书 他在共享的时候 真是不能忘了李泽厚先生 八十年代开始 上去八十年代 给我们见过去的这样一个方式 我们都能读着李泽厚先生的书 思考长大的 或者说这样一个 对我启蒙的这个方式 影响了中国真正二三十年 你说中国在现代思想之内 这样的书写 和研究真正不破的吗 突然没有 刚才严谨教授也说了 刘和教授的他这个 只能 他不是主书 他根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 他在中国的思想世界研究 肯定还不是主书 当然你可以说 这个 李泽厚先生的这样一个二元结构 在今天他肯定不是 肯定是过时的 但是呢 就刚才我讲的 这个法式有他的历史性 最近我一篇文章里面 他端然探讨了他这样的 我说这样 一个评价 一个一个 三十年前的这样一个思想法 可能不太厚道 不太公平 但你没办法 要他中国现在四小时 李泽厚你是跨越不远的 你必须要探讨他 所以说这个夸价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在哪 其实杨洁平教授也刚才咋了 我认为的最大的问题 确实就在于 他非常随意地使用了 启蒙和救娃这两个概念 其实你把救娃换成革命 可能更准确 其实他和救娃概念 他包含了革命的这个因素 或者说他主要对中国革命的一个 把话说完了 李先生认为 中国的现代史 现代思想时候的现代史 就是革命压葬的起码 启蒙完了 启蒙失败了 被革命取杆了 台湾也还不能进入一个问题 但是我通过刘教授的书 后来我发现他的问题 我的问题跟杨洁平教授一样 关键 他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 他没有真正的注重 因为他太具见过体积的办出来 后来我发现 李先生用的启蒙这个概念 他绝对不是 因为我不论证了 他绝对不是他的意义的这个启蒙感 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那五次那代知识分子 他这种知识和权的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中国的知识分子跟人民大众之间是什么关系 他就是牵涉到这样一个问题 虽然我们中国的这个启蒙概念 肯定是有两个来源 一个就是我们本土就有 但是更多我们从发育过来 或者说那个跨游进的这么一场路 那你要 你肯定要去 研究 去考虑 那李先生说这个启蒙到底是什么 什么概念 那么更多还有革命这个概念 革命这个概念大家都知道了 咱们中国这真不是一个万烂词 咱们中国古典的就有了 衣经什么就有了 什么 就这样的话 桃乌革命 顺天也有人 但是呢我们又跟跨语 跨语地中跨的呢 近代有了这一百多年 我们跟西方的跟英文的那个概念 碰撞在一起 这一碰撞不要紧 我们更多的举 以我们中国革命的意识 传统的革命意识 观念来理解革命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 这英文里面的革命的那个概念 它的原意很简单 它是恢复的意思 就是跟救赎这个概念差不多 是恢复 就是说 恢复以前的那个合理状态 这为什么英国的 那1688年光荣革命 它会成为光荣革命 它会成为光荣革命 不是因为你们留学 是因为它认为 英国的国王是背离了 英国那个 合理的这么一种 一种狗状 只不过我们恢复到 以前 英国那一个正确的 一个合理状态 合理状态 但是中国的 中文革命的概念 肯定不是跟这个语言 中国革命的就是要 叫做 创生 创生 创造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的革命 非要达成一个新的状态 所以就没有新中国 换句话说 新这个概念 它必须通过革命来 革命给新冠来的 它不是恢复的概念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中国革命它本身就是启蒙 这是符合西方的启蒙主义的 启蒙印度的跟启蒙的 所以说我认为李先生 这个夸价肯定有问题 有问题 特别是放在我们这样一个 一个学和室 法思想说一个学和室 一个后知名主义的这样 一个理论的时间 它肯定有问题 但它的意义 绝对不能保定 它影响了中国 整个三十年 这篇论文是发表在1986年代 走向未来的刷卡号 很差的论文 后来又收到它的中国 现在的指向史论 所以说前不久在人民大学搞小说 我还知道它的论文 我说不管它落不落后 但它影响了我们三十年 所以说我认为刘和教授这个书 他肯定了一条路线 其实就是这个夸价的结构 就是启蒙于救亡的这样一个二元夸价的结构 打造结构的这样一个东西 我认为这是一个贡献 那么我认为最终一个 可能这个也不能叫贡献 我的理解吧 我认为刘和教授 他是一个西方世界的一条人 或者说说的比较正面一些 他是什么呢 跨一句世界的 你能跨吗 跨是一种见识 同时更重的这种能力 你必须有双几的能力 我们这种外语半拉子 说说你来到 跟那边大学全球中心 你赶到西方法走 你不置信你知道吧 好像你来到西方世界 他要用英文来来来来来 来作为工作员了 那为什么呢 刘和教授还有这个 有这个条件 说跨不是谁都能跨得来的 教授 我就请我抢到了这一点 跨它本来就是一种身份 一种身份的 或者说刘和教授 他本来就带一个双凭身份的 这么一个学生 一位研究者 这跟刚才我讲了 因为我看他那个书 包括特别是那个 跨语业世界的本书 他多数都提到 爱德华·萨埃德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 认知对不对 我认为这两个人特别像 萨埃德什么人 萨埃德来的 阿拉伯世界的巴朗斯坦 他是巴朗斯坦人 他是个没有祖国的人 但他长期生活在西方世界 我说我把他看成一个 西方世界的异小人 那种消愁感 那是没办法的事情 他说他在建设 他一套 叙事发生 后知本书的这个视角 就东方语 东方语 那我不知道 刘教授 可能是不是也有 一种相处的感觉 作为一个西方世界的异乡人 是不是也带有一种 中国式的相处 我认为这活动 你这西方世界生活得越久 我认为可能这种相处感 可能就要奴隶 这就是三爷的经常说 他说的一句话 我说挺有道理的 他认为说 知识分子最好的状态 就是留我 留我这个字不好听 好像一发的 什么政策说我说 就是路上的漂泊的感觉 没根性 那么与此相对似的 还有一个印度的角色 叫叉戴提巴 对啊 对啊 也是这么一种状态 所以我强调了 我说这个贡献更大的 我说 刘教授就是因为他这种 双鱼身份 才可以给我们创造出一种 新的视角 可以给我们开什么形成的 一扇新的窗户 他不是瞎跑的 挖个洞那比较超过 你不能这样理解呀 是吧 他是有尺寸的 那个尺寸就是他的说语身份 各位 这点大家一定把他读明白 反正我说 我说是他的影响 我说我只能照出了半条 你不是研究人文的吗 研究人文的吗 我呢可以把他衍生到 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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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社科领域来 特别我们法学 法学 法学家里面太不重视了 所以闲锅有闲锅的好处 这部务正业有 部务正业的好处 那我在法学界 这段我就挺有的了 是吧 但是他们不知道 我宠流化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回来说 这个部务正业就是他的好处 对我来讲 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 这种说余生们 这种居住在西方的异小感 才有这样一种情况 这样一种眼界 那么第三个问题我想简单谈一谈 这个 就是说 我也不想提问题了 就是说一个种 拓展性的这么一种思考 能不能拿着这个问题 那我想思考 刚才杨建勋教授提出的问题 实际上我也提了 就是说到底中共在 现在的思想是怎么做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为什么这里有三个问题 有三个问题吧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这种怕语境事件 可能语境非常重要 因为在这个 刘教授的书里面 他没把语境这样一个概念 着重来 作为一个书写的这么一个像素 或者一个试点 我说语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什么呢 外语境 这个外界很重要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文版外版 这样一个文化语境 或者叫主体语境 因为我发现 同样的一本书 是密尔作为一个作者 和严富作为这样一个翻译者 他们之间的一个主体语境 一个很大的差别 非常大的差别 因为密尔这样说的很清楚 这个书 我写给 不是写给印度人看的 印度人他接受不了 他这个记得名度 他怎么能接受到这个呢 是吧 但是严富他 你看 为什么一个翻译者 他不估计了 其实这么是跟印度 按照我的理解 应该出这 差不多一个水准上 既然原作者都说了 多人都说了 这个书不适合中国 和印度这样的巨种族 那你为什么还没偏偏偏 把它翻译成中国人 言之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说这个主体语境 我说外语境非常重要 就是中西 中英之间的这种时间差 时间差 刚才言教授讲 这个时间观的问题 时间意识的问题 或者说一个在开革猛进 殖民主义正在大好的时光 很牛逼的时候 一会儿写出了他的论自由 但是严富呢 是恰恰是翻译的时候 是中国最不幸的时候 用四华字教的话来讲 那是最不幸的一代中国人 他为什么要翻译这个事情 他这个翻译者 和作者其中的读者 对受众 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我说这些 恐怕我们这个思想史 在跨语的世界过程当中 可能都要关注到 就是说我的语境问题 这里面一个最大的问题 我想的话 其实说哪说白了 很简单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中国人 对西方的理解 不管对西方的思想 对西方的概念 对西方的语词 我们必须要转化成我们的方法论 转化成我们的哈字 而且我们这种哈字呢 跟西方这种字幕丸子 那个差别太大 这个刘教授觉得是好家 书写不一样 这种书写的不一样 造就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的不一样 这是个最大的一个语境差 语境差 切不出我们那个文化语境的差异 很多概念我们中国要干 一样就没有 我们非要找一个相似 类似的词 去对异它 那确实很麻烦 说很多的误会也好 很多的这种物意也好 我说都是日本人干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接受日本的地方 而日本人跟中国一样 他也没有了 没什么话呢 就瞎道呗 要么就从中国的谱 剪辑那把澡嘛 像美术 要么就瞎道 就两个字拼起来 法律 那不就拼起来 中国哪有法 法是法律是律 他哪有法律这个词啊 他也把老 那就掰成了法律了 这是日本人干的 是吧 所以说我说 你这个最大的语境的问题 这个语境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两种语言 字幕文字和法国字文字 这两个差别最大的语言 提供的这个语境 你不能考虑一下 这个语境问题 第二个 我想要讨论 就是说 刘教育这本书 这五章吧 应该是 一个附录 五章呢 有两章 我想前面 第一章一个是方法论的问题 那么第二章 它出现的是关于 论主义的问题 但从第三 第四 第五章 它基本就跑到这个什么呢 纯文学里 文学里 对鲁迅先生的这个阿狗正传的一个解读 对老沈先生的这个 洛伯祥子的一个解读 包括他那个刘教授讲的 对这样一个 民歌 柳山奖 这样一个 民俗学的 这样一个演示 那我就想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 一位理教授 他可能就是 他的专业就是一个 文学 以及文学批评理 就是说 从中国 这一百多年来 我们的现代文学里面 从文学创作 跟文学批评 能够发现 它跟我们 中国的现代性 关联了一起 就是中国的 美术国家的建筑问题 这是没问题的 李渊说呢 他的读到的时候 他就在这儿 他说文学 文学创造和文学批评 发现了 他跟中国的这个 美术国家 这样一个现代性问题 关联了一起 换言之 你从文学创造和文学批评里面 可以无数自详 但是能不能就是 能够我们把它倒过来 以文学创造 文学批评 所提供的思想 作为我们 中国现代式的一个 创家 来进行书写 这是一个 我认为这是个问题 能不能够 这是我们法学界 也面对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法学界 这些诸书立教授 平大学的 朱书立教授 他试图于 张艺牧的这个 情绪打官时 这个电视台都看过了 情绪打官时 作为一个 创家 从中国的社科视角 来重新 解释中国的法 但后来他有什么 又从那三个眼 这部电视这边的一件事 你提醒我 我推给你 就是说 一个基建 一个基础 我说这些 可能都是 我们应该拓展补充的 简单吧 因为刚才主持人 已经提醒了 赵雅 所以不好意思 我本来是不夸充的 也许这个不能够 我刚才可能说 杨洁举药肉 是大了时间 我这就是说一句 其实呢就是说 我认为那个 李光教授给我们 提供的代表视角 说到底 它这个单向度 当西方的概念 与这些 中国生成了以后 它再要管 转回不到西方去 它就落官家了 就在中国 那么倒过来 我也想 我们能把它变成 一个双向度的这样 给它跨迹 跨迹时间 因为说 我们在 全球化的科学当中 我们中国的 这样一些 文化当中的东西 能不能向西方旅行 那么在西方 在西方旅行的过程当中 师傅也遇到了 这个胯子的问题 这个我 我简单说 我的看法就完了 比如说 刘华教授 在他的 跨迹时间里面 他做一个柱来 处理一个问题 我认为这个柱处理的 比较轻 它应该咋看来 来讨论的 就那个艳遇 那个词 中国知怪小说 艳遇 那个词 很重要的 比如说狐狸精 艳遇没狐狸精 那就不叫艳遇 知道吗 那你说 那西方人面对狐狸精 都是什么反应 你 不行 这绝对不是那个意思 这个意思 我不展开了 也就是说 狐狸精 它完全是跟中国的文人 是关联的一样 是它创造出来的 为什么 你现在读孔梦 知道 读孔梦的书 就参加科考 多 多法位 对 就像我们前面的 北政治 一个道理 你考试要考政治 一个道理 所以要再调整 比如说 在这个艳遇 这个概念 比如说 还有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交互 你把它翻成圈子 肯定不行 再比如说 文化大中的欠 你把它翻成第二期的 肯定不对 说它欠欠 这个欠了 这些 在中国文化下 西方流动的时候 怎么流动 我说这个可能 刘可教授 下面是一个邪税 一个双向的 它不是一个单向度 是吧 对了 对了 它不是故意性 它不是单意性 后面 开一个严实的玩笑 再用大家时间了 不好意思 谢谢各位 您多不继续 看见 今天咱们来 这三个 有回忆 对 有回忆 感谢三位教授的精彩解析 所以我的问题 我尽量不用简念的语言 我的问题就是 刘河教授谈到这个呼应性是中气 中气方也有语言产生的 那么从我们国家来讲呢 我们来讲就是 古代从先经柱子到现在 是不是也存在于 因为从前经过了数千年的这个 观众集权那么一个阶段 是不是这里面有很多 串感和文字的一些 重新的转换和偷换概念 是不是也存在于古今的呼应性 古今的呼应性 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正面也连在这个 语言论语情 从先行的这个 柱子的这个学说 旅行到现在 然后又由这个西方的这个 语言来进行这种解析 那么到现在大家是 目的是西方从这个 现在的话语里面 寻找一个 咱们一个主义的根 那么如果抛开这些表面的 一些文字 就是语言为新生 我们透开的这个 透开的面纱 大家这个 语言文字背后所传达的 这个人性思想 那么千年到千代之下 是不是应该没有 一个特别大的变化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 在当下 在古今的这个 古今的这个思想 照耀咱们当下 就是一栋互联网 对中西方这个 理论和相互这种 借鉴的这种传播过程中 那么是不是 随着这种实践的发展 自然而然的 可以把我们 思想实践的 这些出现的各种 理论的风景 这种对应 这种需要进行窃息 可以得到一个 自然而然的一个应用来起 比方说 这个民主自由 迫害 限战 对吧 这些语词 他们在我们的这个 先秦的这个 民家里面呢 这个如墨道法 他们本身有一个 遥相呼应 而不是我们 硬性能把它拉朗 配在一起 所以什么问题 敬请 好 感谢你们的问题 我首先要特别感谢 杨艳群教授 和王文博教授 他们特别精彩的 他们充满洞见的发言 我还要想想他们的问题 因为这问题 提的非常非常尖锐 就是 杨艳群教授 是从历史学的角度 思想实 王文博教授 是从法学的角度 当然 都是非常 给我们提示了 非常广阔的一个 思想的一个空间 就是说 怎么再往前走 你刚才这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仅仅是 考虑近代的话 我们把古代也放下来的话 是不是互逸性 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是有可能 如果做古代史的 学者想去做研究 这是应该是能够做的 据我所知 就是研究唐 是唐诗的学者 虽然没有用 互逸性的概念 但是他们把梵文进入 就是通过佛教的翻译 梵文进入汉语 因而刺激 唐代的诗人思考 革律 这个跟梵文的 是有关系 这是有研究的 而不是我发明的 因此呢 这个研究 已经是在互逸性的 这个空间来做的 佛教的这个翻译 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历史 是值得我们重新发觉的 另外你刚才提到的 我不是特别清楚 你是指的就是说 古代的一些就是思想 比如说民主 是不是跟现代的 比如说汉武帝的那个 如宗如蜀的时候 他已经把他们严格的篡调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已经是对 对 就是说所有的概念 都是在变动之中 当然你说篡调了 那就是说在这之前 有个固定的意义 我觉得如果我们要是 真正是在 要是做一种话语实践 话语实践的这种梳理 而不是仅仅是说 概念的意义在什么时候 转变的话 这两种不同的思路 那么我们就会看到 民主这概念在古代 在书经里意思是 民之主 就是帝王的意思 民的主宰 这个是通过日语的翻译 变成另外一个关系 就是人民作主 我们就是这么来 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 回到古代汉语 去寻找它的语意资源 它毕竟是一个跨语记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最后说一下 民主这个词 最早用来翻译英文 不是经过日语 是在万国公法 1864年 在万国公法最早用来翻译 民主之国和君主之国 这两个概念 所以民主最早出现 它是翻译对异的是republic 不是democracy 最早是在万国公法里 然后日本人 在把万国公法拿过去 就开始翻译republic democracy 然后把它用共和来翻译republic 而用民主重新 让它来翻译democracy 因此我们继承的是日语的翻译 而不是万国公法的翻译 这里已经在法律 这个本身的概念的演变中 已经变得特别复杂了 就是我的回答就是这样 我觉得其他概念也可以这么去处理 这边 三位教授好 老师好 因为我有几个困惑 第一个就是说跨 我们跨的基础是什么 我们到底跨战哪 因为正如刚刚您所说 每一个概念都是在不断变成 那我们去寻找的 究竟是哪一个概念 这是七二、七二 所有的概念 原修词 它都是有一个漏洞的 我们去寻找去填补 我们就是去寻找 而且跨了之后 我们是否还能够回来呢 王老师说 我们是说双向的二元结构 我们能够回来 还有第三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 这个李先生 他创造了二元结构 这才三十年 可以说就是说 现在就可以被否明掉 那我们能不能 说构建 或者说可不可能构建出一种 相对长久 或者说稳定的一种 体系建构 然后让我们在这样一个 大的框架的一体流动 当然也需要一些 其他一些新的思想 然后去研究 或者说这是这个问题 因为我发现就是 我也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 然后我就发现 我就发现那个 就是说我们以刑法理论为界 这才多少年 就被全部给推翻了 那我们就 我这点思考 我们能不能有一种 东西能够相对的长久 或者稳定 因为新的一个思想的创立 对一个东西的研究来说 未必是一种好事 如果都按照一种东西 可能会不会更好 谢谢老师 对一个方向的互聆性的可能性 我觉得他们俩 其实指的是同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 未来 就是中国的古代的思想资源 能够被全世界能够使用 我用全世界 我不用西方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很大的 不仅仅是西方 那么因为中国碰到的困境 是跟世界绝大部分的地方 是一样的 西方之外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了 就是奥斯曼帝国 在一战被解体以后 是被解体以后呢 出现那么多的民族国家 包括伊拉克 包括伊巴顿等等 就是说 这些地方经历了跟中国类似的 同样的 就是被迫的 要放弃自己的文化 放弃自己的文字 顺便我说一下 刚才因为王仁博 这么说提到这个汉字 汉字这个区别 汉字我觉得我们很幸运 因为在五四以后呢 从赵年人开始 有非常非常强的势力 要进行费汉字运动 这费汉字运动 我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 这是个几乎所有的中国精英都支持的 白话文 白话文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其实费汉字运动把它变成 汉语变成拉丁文 这个运动非常强势 结果因为抗战才停止架 所以我们能想象 如果费汉字运动成功的话 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这样我们连使用我们的古代的字运 都是非常困难的 至少我觉得我们很幸运 就是我们还能明白 我们还能读古汉语 这个不是天然的就能发生的 因为你看土耳其 土耳其他们已经废阿拉伯的文字 因此他们的现在的土耳其人 绝大部分是不能读 他们自己的祖先所书写的历史 诗歌还有其他的文学作品 就是等于就是文盲 你看越南 越南也是一样的 越南废了汉字以后 他们当然是在法国殖民地 是被迫放弃 也不是完全被迫 那是有一种中悬在里面 但他们最后还是放弃了汉字 而这个汉字不是中国的汉字 是越南人的汉字 他们用这个汉字写了上千年的历史 还有诗歌他们的文学等等 包括他们的法律文献 是用汉字写的 他们都丢掉了 所以我就说 至少我们还有汉字的传统 只要他还活着 那么我们激活 古代思想的这个可能性就有 我觉得在晚清的时候 做的特别 就是最早尝试这个工作 就像像张太炎了 潘思同 潘思同写人学 就是比较早的在做这个工作 就是他是试图把当时他所了解的 欧洲和美国的科学思想跟古代中国的一些哲学思想做某种沟通 但是他成功不成功 这个是要另论 但是呢 他是已经开始这样做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 当然后来也有一些 因为杨建勤教授刚才说 中国四娘主要是在哲学 哲学史 有没有可能实现 我觉得还要看未来的世界的格局的这个变化 我做这个 刚才王仁波教授说 这是后志明 的确是在当时20年前 后志明就是这种思想对我有很大的冲击 因此我想我自己的这种学术工作也是一种思想工作 就是精神上脱直这是第一步 就是您用的是解直 就是脱离直 就是精神上脱离 我觉得我们还没开始这个工作 我觉得精神上脱直才能够试图回答杨念琴教授提的这个问题 就是文化主体性 我说的精神上脱直不是指我们把西方的概念全丢了 其实我在《快语记》实践里面就是试图想说明的就是 如果我们把外来的这些词汇 外来的语法句法 外来的叙事方式全部都丢掉的话 我们不能说话也不能写作 基本上不能思考 因此现在汉语本身就是已经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是一个不是纯粹的本土的东西 它是一个什么 它肯定是现代的 但是它是已经像很多语言和思想传统开放的这么一个系统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 当然我也知道 英语没有经历过这个 法语没有经历过这个 但是英语在十一世纪的时候经历过这个 十一世纪十二世纪 一直十三世纪还是经历过这个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问题其实挺复杂的 你怎么样立足 但是同时呢 并不是说有一种幻想 我觉得我们自己的语言 我们自己的文字 就是自足的 我就先说到这里 谢谢 好 谢谢刘花老师 还有两位精彩的演讲 然后很感谢给我一个提问的机会 我是想针对您就出 就是一三年出版的《中国女生主义战胜》里面提到的 关于翻译的问题 就是接着您们刚才关于后世面的话 还有反直的讨论进一步问题 就是您在里面谈到 就是您们三位住者在介绍部分里面提到一句话 我觉得我非常的震动 因为我自己也是研究性别方面的 然后您们提到就是何英正她的男女的这个概念 您们决定不把它翻译成真的 因为您们觉得探讨真的 是否适用于就是性别 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历史和语境 或者男女这个概念 是否适用于西方的语境 这个问题本身没有那么的有价值 更有价值的是探讨真的 也就是性别 以及男女这两个词 它之间的这种概念的张力 它本身是一个知识上的问题 而不只是一个语词和翻译的问题 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有两个困惑 一个是说我们是不是在翻译过程中 应当有时候要坚持不翻译 使用本土的概念 比如说行动主义 我们中国所说的行动主义 可能跟西方的activism不是一个东西 跟它的actionism也不是一个东西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坚持用我们的汉语拼音 把它拼成英文推介给国外的读者 第二个问题是在做这种翻译实践的过程当中 我们这种随时生产 如何能够固定为一个区域性的知识的范例 就是一个知识的例子 就是我们说我们这个概念 是与一个更加主流的真的这个概念来对话的 我们是一个地区性的区域性的东亚研究性的一个成果 我们如何在这种探索的时候 既能够与国际的主流学界进行对话 同时不沦为加强这种 就是使用并且加强这种主流地位的一个区域性的东西 谢谢 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刚才杨敬钦教授提到的 关于普遍性的问题 就是说中国有没有科学 中国有没有社会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提问题 而并不赋予某一些地区 某一些哲学思想一个普遍性的地位 你刚才提到这本书呢 是我跟两位美国历史学家翻译的天意报 就是我们叫何阴振 因为他比名是何阴振 何阵 主编的天意报里面的一些女权主义的理论 我们当时呢 十年前 我请了 我在科目比亚大学 搞了一个座堂会 比较小的座堂会 研讨会 我们当时也请杨敬钦教授到北约 还有一些教授 我们座堂会的题目 就叫Living Text 就是如何激活古代思想或者是近代思想 因为我们觉得像晚清的一些思想家 我们在研究他们的时候 我们把他们当作历史现象 就是思想史 我对他特别不满的是 把一些特别重要的思想 把他掩埋了 掩埋的方式说 把他们放在思想史 给他们一个地位 说他们哪一年哪 梁启超说过什么 谁 谁写过什么 然后我们其实并不认真对待他们的思想 我们那次开车 在歌大开车会就是说 我们如何把他们的思想激活 这个我们可以提同样的问题 就是古代思想如何激活 就是在NICE会议上呢 我拿着《天一报》的有一些文章给同事们看 我说在《天一报》里 合正 试图提供一种新的思考 就是性别的问题 大家知道在女性主义里面有个理论概念叫Gender 然后这个概念呢 我们当时在讨论的时候就认为 何音正对儒家的男女有别这个概念 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做的各种各样的分析和批判呢 恰恰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反思Gender 英文的Gender这个范畴的局限性 局限性在哪呢 我就讲一点因为时间的原因 就是男女有别这个概念 就是说不是仅仅指的是女性 这里指的是男性 它是几个字形成的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呢 它是在何正的这个论述中呢 指的是从政治 经济 文化 哲学 各个层面建立的秩序 何音正认为这个秩序本身是压迫性的 现在我知道现在儒学到处都在想要重新安置女性 就是无视于晚清的这些思想 也无视于五四以来的这些非常非常鲜活的思想 这个我们先不提 就是现在儒学的复兴 尤其是要安置女性的问题 但是我认为你要在哲学上做的话 你必须像这个理论就是国外的女权主义的理论提出疑问 这样呢我们在这个对话关系中 比方说男女有别和Gender 我们在这之间建立关系的时候 我们找到一个普遍性的基础 因此呢我们在翻译何音正的这些文章的时候 没有完全把它翻译成Gender 我们把它就是用汉语拼音 男女就是用汉语拼音 然后我们就说从她的分析中 一百年前的分析中 也许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可以学到一些什么 来反思自己的Gender 这个是我们特别以刻意的做的 就是我们如何在范畴的层面上 能够让汉语和其他语言之间 能够重构普遍性的基础 就是这样的 谢谢 您好 非常感谢三位老师刚才刚才的讲解啊 然后我个人是因为翻译 所以我对于这个话非常感谢您 而且我对于刚才老师提到这个 Ripong Way of democracy 这个概念我都非常赞训 但是我对杨老师提到这个society 我个人有一点自己的见解 所以我等会儿我想这个问题 请问杨老师 好吧 然后杨老师刚才提到呢 他说那个是中国是没有社会的 然后对于这一点呢 我个人感觉 而且您举的是儒家的这个大学里面的三纲八路 之间的八路来做的这个证明 对吧 我举的是这个 德务知之 然后诚意正心修身之无 我讲解一下您举的是这个 但是我们如果反复到三纲来看的话 我觉得三纲这个三个纲也是更重要的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心明 在主义之善 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 他可能更加的 着重于个人的一个修养 也就是我觉得大学和我们家很多东西 更多重于个人的一个心理 包括我们后面的一些内容是 自天子与之于庶人 一世皆以修生物 像诗经 比如说詹比奇遇 这种类的 如非君子 如妾如作如我 这些内容我来看呢 我觉得 可能是不是更多的 有一些社会 而且说如果 按照您的说法的话 我下面那个问题就是 没有社会的话 我觉得这种年轻人 想规循独立自己的 也是很多年轻人 我们都在北京来讲 对吧 如果没有社会的话 我觉得对您的亲人来说 是有一个毁灭性的 一点很容易 我觉得您怎么来帮我们 解雇这种困境和破局 然后并且您觉得 中国现在有没有这个因素 产生您所说的社会 好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这张尖锐 我变成了一个青年人的罪人 就是我的意思 实际上可能 我是从概念去讲究 首先中国没有这种清晰的 就是西方非常清晰的 边界清晰的那样的一个社会 并不是说中国历史上 没有类似社会这样的因素 和空间存在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刚才意思可能 有一个引起你的误解 包括你举的什么意思 比如说三纲八纲目什么 我都承认 是吧 这里面当然包括社会的因素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中国没有那种清晰的 有边界式的 你比如说中国 像西方那样 建立一个所谓的自治的 社会的组织的 这样的一种情态 我觉得是没有 比如说 大家都有一个例子 比如说 美国的中国学者 特别强调 中国在晚清出现了 类似的 西方的社会组织 但是你 后来你仔细 你看那些组织的 这个功能 和它的运行 你会发现 它跟官方的那种联系 是或多或少 都有一个非常密切的 甚至背后的就是 官方在资助和操控 操控 就跟中国现在的 所谓的NGO 没有西方意义上的NGO一样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指的是社会 没有用西方的清晰意义上的 边界清晰意义上的社会 但是我觉得 同时我要给 给您清空点希望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 扩展我们自身的空间的时候 使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因素 不断地扩张 不断地扩大 这是可能性非常大 尽管我们受到了重重的努力 这个空间逐渐在扩展 这个是毫无疑问 所以我觉得 从希望的角度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 自己没有任何的社会的 这样的一种空间 存在的发展 但是我还有一点 我觉得 社会本身的空间拓展 是经过自己的努力 经过群体的 不断地开拓 才能到达 至于这个边界 是不是很清晰 这个边界能开拓到什么程度 我一边是取决于各种各样的条件 还有取决于我自身的能力的一个系统 好 那这次是最后一个文件 好 非常感谢三位老师 我是东方生晚大 其中文学生 我的问题呢 其实和我的论文很相关 结婚前的主题很相关 今天有一个关键字眼 是一个话 那么我论文里边 有一个会通 主要就是 介绍人士沈家人 当时作为 清末修行法律的时候 我发现了中西会通 那么我在考察 会通这个词 融会贯通的会通的时候 那么就考察这个词的历史含义 这就涉及到 比如说 会通最早作为一个历史学里边 就是四八千的这个 揪天人之计 通俗命之变 成一家之也 这是一个治理历史 治理史书 书学史书上的一种会通 后来就是 儒士道 也属于一种文化的会通 所以有学者认为 会通本质是 作为中国一种文化 一种精神来的 那么后来到明末的时候 当时那个 蒂玛豆和徐光奇 他们之间有关于这个 例算 天文例算里里边的一个会通 然后 一直走到期末的时候 这个时候 会通就变成一种 中西之间的一个 更加广宽的会通 比如说严肤的翻译会通 强调信达雅 那么康有为在 《实力功法全书》这本书当中 强调功法会通 当然和他后面的大部分的书 关系非常密切 还有张之洞 他虽然反对康有为 但是他在这个 《劝学篇》当中 也强调就是 要全恒新旧会通东西 那么它里边实际上是 中体西游 一直到修订法律的 沈家本 他从这种实践的角度来认为 就是 基于当时清廷给的预指是 要参着各国法律 物欺中外通行 以欺有弊之敌 也就是说 沈家本也就把 汇通作为一个 自己修订法律的一个目的 那么 从这里可以看出 不管是最早的致史的汇通 还是后面的 就是中期之间的 翻译的汇通 还有这个 就是 张志动的 中体西用的汇通 到沈家本之间的 就是 不论新旧 就是 以期 有弊治理这些的 我的问题就是说 结合今天这个主题就是 三位老师就是 跨了之后 中期汇通 这个 汇通到底落实在哪个地方 是否可能 另外一个就是说 提用这个 提用的这个 这个模式 中期性 包括这个 王老师以前说的就是 以不想为主 以宪政为用 这个提用这个概念 到底能不能把它 突破进去 这是我觉得 结合化 结合汇通 我听的问题 谢谢老师 我没有考察过 汇通 但是 我觉得 提用这个 有很多人已经写过了 就是 当然它是 也是要走出某种境境 才提出来的 提用的问题 有很多提及的概念 这个到底是 什么是提 什么是用 我觉得 如果你的问题就是说 在 新的时候提出提用 它的必然性 还是就是 它的局限 还是说 这个提用这个概念 我们还能激活 我觉得 不太可能 现在 作为一个历史 研究可以 但是有很多的问题 而且 中国不是 唯一的提出 类似提用的 所有的 古老的文明 面对这个 西方来的冲击 都在提类似的问题 我觉得 做得一个比较的 比较的视野 当然不是 平行比较 我就是说 在某种 对历史情景的比较 可能会比较有帮助性 就是说 这不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因为沈亚本先生 他不是一个学术家 他是个法律活动家 比如说 他必须要用 有留和教授给他提供的 语词的意义上 他这就会同 就是会同 会同的前提 一个前提的知识 就是要理解 那就是说 那个理解的问题 理解一致的问题 你在这个地方上 都会做 应该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我就行 因为时间的关系 实在是抱歉 我们今天的问答环节 到此为止 请大家再次把掌声 送给这些朋友 那接下来的环节呢 是刘和教授的签书环节 那由于今天我们造成人数 比较多 所以我们请听一下 我这边的指令 慢慢的退长 首先请第一排 坐下的这些同学们 先往右边走 然后后面的 这个站着的同学们 也先往这边走 我们牵授呢 排队是从 大家看那个位置 差不多那个位置 开始排 然后输在这边 我们一点点往这边来 好吧 然后大家坐着的朋友们 请慢慢的退场 从后面有序退场 谢谢 不好意思 签名请到 签名 请到 我们签名的 请到右边去 好吧 请到右边排队 请先不要到台上来 不好意思 让一下 让一下我们拍下桌子 不好意思 请不要到台上去 那边 我们拍下桌子 大家有序排队 有序排队 不要不排队 因为还有很多人 我觉得还是有序排队 好吧 说大便开始 好吧 好嘞 好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